是他們的集中 我叫蔡任普 我任教於中山女高 我是教授生物科的 蟑螂對我來講 牠就是個集很多優點 於一生的試驗動物 我已經究蟑螂的歷史蠻早 我在大二的時候進試驗室 就是大學科系的實驗室 那個實驗室就是養殖蟑螂在做蟑螂研究的 所以我在大學就做蟑螂實驗 那後來我到高中教書之後覺得 在生物科的實驗探究來講 我們需要材料 那我就想到說 我當時在大學用手做的材料 其實很棒啊 體積小好飼養 這樣它在操作上比較簡單 對於學生來講是比較容易入門的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如果今天拿老鼠、拿貓、拿狗做實驗 那個學生會覺得好殘忍 那個可能解剖前一天還會睡不著覺 我覺得很難過 可是我拿蟑螂當入門 他們比較不會有那個道德上的壓力 我還可以趁機說 它也是生命喔 你今天吸收它的生命 你還是要學到東西 不然你會讓一個生命就這樣流失掉 好可惜 所以我們要尊重每一個生命 就算你不喜歡它 它還是生命的一部分 我當時想要在女校 帶學生做蟑螂研究 甚至養蟑螂 一開始我自己很掙扎 說女校這樣子會不會有阻力在 但是蠻意外的 結果不是 其實女校很多學生 非常有科學潛質的 她覺得這個主題來做科學就很好啊 很方便 而且家中就有這種生物 為什麼不能了解它呢 所以一開始就很熱門 所以反而在學校裡面推廣這個課程 或養殖做科學研究 沒有阻力 反而是很多阻力 嚇到 你說突然間尖叫那種嗎 其實一早期會 但是我後來其實都知道 尤其是第一節第二節帶蟑螂解剖 他們還不熟悉的時候 那個突發狀況會多 所以我這個課程 為什麼第一個禮拜就要發蟑螂 用寶特瓶裝的 不能讓牠摸 讓牠可以看到 但是不會摸到 先消除牠心中 我不用摸到牠 只要看就好 你觀察一個禮拜 結果有很多同學一開始 不敢不敢 看了一個禮拜之後熟悉的 還敢把它拿出來用手桌啊 蟑螂對我們來講是實驗動物 不是寵物 當然也不是食物啦 所以你千萬不要把牠當作 寵物再試驗 因為很多同學 發了蟑螂給牠觀察之外 之後啊 牠報告完應該要還我的 他說老師我可以留著嘛 怎麼了 有感情 我想把牠養到牠死掉為止 好吧 我就說你就去養沒關係 可是牠們就會取名字啊這樣 有時候過頭會說 那是實驗動物 看待牠 你要尊重牠沒有錯 但是你不要太溺愛牠 雖然一開始會怕 但是之後就會覺得 其實蟑螂 就真的只是個昆蟲 所以之後就不會這麼害怕牠了 剛開始會怕蟑螂 但是現在看到就覺得沒什麼 有時候蠻可愛的 本來我就是對生物蠻有興趣的 然後社團也是生物研究 然後所以就 對這個課程就會感到 非常的喜歡 覺得這個課真的很棒 每個禮拜最期待就是禮拜三 來參加蟑螂課 說實話 帶學生做專題 或帶像這種特色課 成就感是源源不斷在不同的印象來 包含學生本身跟你說 老師我覺得這個操作好好玩 我以前怕蟑螂 我現在不怕了 連我家裡的人都不怕了 哇 好棒 我的好像生命教育推廣成功 其實沒有生命是應該被厭惡的 所有的生命都是美麗的 我最大的成就來自於我的學生成長 對於自己更有自信 對於科學是什麼 他更有了解 他成長了 其實才是我最大的成就 最大的是 Pharmac 我先到課了 我一定要做 我還是想說 我的課期 我們來打開 我們去看